你好 好早安 谢谢 张又霞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利益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并提出三个停止 分别是停止美台军事勾连 停止武装台湾 和停止散播涉台假叙事 另外苏利文与大陆外长王毅 已经在过去两天进行新一轮中美战略沟通 内容同样聚焦敏感的台海问题 大陆再次强调意中政策的重要性 而各自外媒报导 苏利文则是希望与中方扩大两军对话至战区级别 防止台海等地区发生冲突 大公也表示 中美计划在未来几周内举行援手级别的通话 而外界也注意到一些别具巧思的小细节 苏利文的专机抵达北京后 现场并没有鲜花相迎 也没有铺设红地毯 但是地上可以看到一条鲜艳的红线 似乎是将台湾问题直接具象化 而会议中的布置也出乎意料 照慣例通常会摆放两国国旗 不过这次出现的是几盆象征 一帆风顺的白掌花 如同是对中美关系的愿景 相当令人寻味 接着综合报道